15家包含實體通路 電子商務 社區電器行的業者 依序上台接受台北市政府表揚 積極推廣節能產品 推估今年可以節電1.4億度 減碳7.4萬噸 相當於節省47.9萬的家庭 一整個月的用電量 台北市政府把一居永續 當作一個城市的願景 要達到這個目標 在經濟發展 生活品質跟永續經營 這三者要達到一個平衡 所以節省減碳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想這個夏季剛剛結束 如果你再看到你自己家裡 夏天的電費 應該都是到節省減碳的重要 台北市產業局率先推出 住宅節能補助10分鐘即刻領款服務 到13個指定門市 10分鐘就能領現 便民又貼心 另外考量不同年齡層消費者 依照通路特性 在各大電商網站提供懶人包 實體通路提供宣導影片 讓民眾隨時養成節電的好習慣 目前台北市住宅的用電 大概占整個台北市用電的35% 所以如果在家電的使用 能夠採用節電的設備的話 應該可以幫助大家達到這個 節能簡單的目的 產業局表示 藉由服務業 住宅節能補助多管齊下 推動泰患老舊電器 積極與各通路商結盟 有效傳達市民正確節電觀念 共同為台北市的永續發展努力 記者郵詳廷採訪報導 關鍵 空間 兩 Perry 和 飯 從